项目编号 SCP-008丧失病毒 项目等级 UKLY 特殊收容措施 SCP-008样本被视为V级极端生物危害 且适用于所有相关协议 焚烧和辐射措施将被用于操作员或外部频道 在任何给定的8小时内保持零通讯 电源故障 可能会导致设施被拆除的政治或军事行动发生的情况下 离开操作设施的员工将被隔离4个月 如果违反将实施焚烧和辐射措施 这将是应用于所有不做撤离准备程序的G2站点的政策 描述 SCP-008是一种复杂的软病毒 所有已知的G2站点都储存有它的样本 关于SCP-008的研究是高度机密 目的主要在于预防性研究 这将是合成SCP-008再遥远的将来成为可能 SCP-008软病毒的特性包括 传染性100% 致死性100% 通过感染者裸露的粘膜和所有体液进行传播 不能在空气和水中传播 暴露于SCP-008后不超过3小时的感染症状 包括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 发高烧 后期阶段重度痴呆 在最初症状出现并经过12小时明显的痴呆症状后 昏迷约20小时 昏迷将被视为发病死亡 一段时期内出现散发性的细胞坏死 其中具有某些类似于坏区的症状 上存的组织承担原有的功能 具有高度弹性 血红细胞大大增加除氧能力 血流减缓 肌肉的耐力和力量增加 总器官功能衰竭几小时后 神经和肌肉系统仍不受影响 代谢下降到极低的水平 使感染者能在无营养摄入的情况下存活超过10年 高度的血液粘稠度使感染者在受到枪击 穿刺和砍伤的情况下仅产生可忽略不计的出血量 条件反射的行为 运动神经的控制能力和本能的行为机制被破坏 认知能力严重减弱且不稳定 动物实验中出现过多的脑细胞坏死病处于非活动状态 感染者能适应其受损的神经系统 但仅限于基本的身体活动 包括站起 双腿保持平衡 行走 狠咬 抢夺和爬行 感染者会尽量朝向能与活体人类联系的景象 声音 气味的方向移动 如果感染者与活的人类发生身体接触 会试图摄入目标 压制完全感染者需要对其造成极严重的颅外伤 强有力的证据表明 SCP-008不是在地球上自然形成的 因为复杂度类似的变异体无法存在于生态系统中 1959年在苏联发现SCP-008后 即与苏联谈判达成了一次简短的合作 以建立G2站点并抹消SCP-008 合作结束后SCP-008在俄罗斯的保管状况是未知的 附录008-1 SCP-500被发现即使在该病的晚期阶段 仍能彻底治愈SCP-008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008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拜拜